大家好,我是乖旭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轻能源板块 那么结合个股像美景能源 京城股份,厚铺股份 FritDrum,杨梅化工等 记住点评,请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轻能源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以及如何定位当前这个板块的一个表达 咱们先看一下轻能源板块指数 那么首先呢,对于轻能源方向的话呢 对它的定位来讲 是属于板块轮动 更多的是属于新能源方向炒作的延续 以及分支的轮动 因为前面的话呢,像能源车 像光伏理电有过两三天的活跃 那么对于轻能源的话呢 那么它也是新能源里面的一个分支 而且呢,在叠加碳中和方向下 那么它是属于板块的轮动 那么像今天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从开线来讲 那么它是属于开线是强的 它是一种中央突破 突破小的平台 或者是突破之后的一个确认 那么呢,量能是缩减是缩量的 那么表达呢,看多的 或者是市场的这种预期比较一致 好,那么从周开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连续两周 开线表达上强 但是呢,量能并没有明显的持续的方量 好 那么接下来对于整个板块指数的一个定位来讲的话呢 非常清晰 首先前面的话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破位下跌 下跌过程呢,当前的剧情 它是属于可以把它作为小平台的突破 这是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 那么接下来跟踪的维度的话呢 可以把前面这个突破的一个小的收敛平台 作为一个跟踪的视角 就是后面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回事 只要说呢,量能不出现 快速的缩减 那么回落下来可能这个板块呢 还会存在一些短线的低线高抛的机会点 但是呢,如果在网上一旦呢 量能没有不量 那么相似上的话呢,同样的也不建议去追 只不过呢,当前的跟踪视角呢 可以把它下方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作为它的一个依托 后面的震荡当中 可能会存在一些短线的低线高抛的机会点 好,这对于 轻能源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 好 那么如果说像上 那么重点看量能不能补上 那么我们再来结合个股的表达 个股表达的话呢 那么像美景能源我们来看 美景能源的定位呢 可以把它作为轻能源方向的行业龙头 今天呢,也如期给 今天呢,也是给出这样的一个强势涨停 而且一涨停板的方式呢 进行反暴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点评过多次 点评的节点是什么呢 第一 它就作为轻能源方向的行业龙头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它本身有强大的基本面的支撑 第三一点的话呢 从技术的一个结构上面来讲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分析 或者是对它的一个残论推演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观察的节点下方 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向上离开段 那么呢,如果说 向下它能够给出一个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它能够给出一个 30分钟的一个中枢 日线的比中枢 如果说再往下探一下 它和它发生背驰 人呢 走出这样的一个30分钟的背驰 一类买点和日线级别的三类买点 相冲合 这是绝佳的技术 比较饱满的 就是呢 非常典型的这种三类买点的一个机会点 只不过呢 它当前的一个构筑 前面这是一笔下的一个调整 一笔下的调整的话呢 中间发生了 两个五分钟输 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的一个趋势下跌 在趋势下跌之际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把它作为五分钟趋势 背驰一类买点 来进行跟踪 跟踪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它走了一个一笔 日线的一笔上五分钟呢 是属于盘整上 当时呢 在这个节点是提应以防范风险点为主 防范以风险点为主呢 这个位置就属于批上去什么呢 一可以保持这样的震荡 这是完全没问题 另外呢 如果说 因为这两天呢 像昨天有量的移动 今天的话呢 是属于方量 然后给出这样的一个掌声板的反暴 再加上呢 有一定的板块的轮动 等等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只个五 如果说持续往上的话呢 直接这个位置直接往上 直接往上呢 重点观察的量能 如果说量能不能保持住 那么向上的话呢 反而同样的不能盲目的去追 好 那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对应的 向上完成之后 回落一笔下 只要说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它就属于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然后呢 可以期待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呢 可以期待的结构 从这个位置以来 它直接走一个反向的运动 30分钟的判断上日线的线端上的反应运动 就是回落下来出现底分不破前面这样的低点 如果破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出现场底分 那就属于30分钟的背词一买和日线级别的三零买点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后面如果说存在机会点 会存在什么样的机会点呢 我们来看 用更小级别来去关照 更小级别来去关照到这个位置 咱们前面讲的如果说向下 靠近140点反正是好的机会点 结果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驱动 并不是所有的股票呢 它走势都是非常标准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模型 好 那么像今天呢是滴开 滴开之后呢 在消息驱动之下 或者整个板块轮动之下呢 今天走出这样的一个涨停反暴 涨停反暴 那么它的一个剧情对应的 我们来看 前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包含 是有这样的一个底分 底分过之后呢 今天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加强 趋势加强的方量 方量的话呢 那么后面先向上先观察 能不能走出一笔上 这是4K 那么有30分钟视觉的话呢 这是可以把它做为30分钟的一个 线段上的发展当中 用5分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是属于5分钟 线段上线段下线段上 这个位置无形当中是可以把它 作为一个5分钟的我们来看 好 那么这个节点的话是可以把它 做5分钟的线大的线段上 然后呢是5分钟的这样的线段下 5分钟线段上 如果说后面呢有回落 5分钟的线段下回落 不破前面 连前高都不接触 那么他大概率还是会有一次向上反出的动作 反弹的动作 如果接触的话呢 这就是5分钟出输 然后呢期待向上了5分钟的线段 离开段 所以说呢 后面短周期来讲 他只是如果说有5分钟的回落 5分钟线段下的回落 只能用5分钟级别 用短线的视角 要么去跟 要么等待 更好的机会点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京城股份 那么京城股份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表达 今天呢实际上是可以把它作为 好 是可以把它作为新能源方向的日内龙头来去看的 因为它是今天是率先涨停的 而且呢 它的位置也比较好 它从8块7毛8的位置以下跌 跌到140年军业附近 然后呢在140年军业附近的位置呢 进行徘徊 那么当前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以涨停板的方式呢 也是小平台突破 涨停反暴 只不过呢 它同时在140年军业附近 刚刚处于三线超盘的拐点处 所以这种拐点处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 前面呢 它是属于如果用均线系统来看 它是属于均线系统下的一类媒体 好 那么用小平台突破 所以说这类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弹有回落都可以作为 短线的一个视角可以去跟 这是京城股份 那么我们来看呢 像京城股份本身 在结合它的基本面来讲 它的属于液级是属于亏损的 就是没有液级之声 没有液级之声 只能用短线的视角去跟 就是向上部去追 回落呢 只要说向下五军不破 下方的这样的小的平台 不跌破 它对应了是可以用五分钟的 一个角度呢 去把握它五分钟级别的三脉 三脉转二脉 或者三脉转一脉 如果看五分钟的结构的话呢 也会特别清晰 从五块八毛六的位置 对应了下方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的中枢组件 五分钟组件过 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回四 其实可以把它作为一次 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三点买点之后呢 再走强 这是直接一涨成板的方式 上部追 如果说呢 给出五分钟现在下回落 那么呢 是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的 买点去处理 这个处理的方式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一个 如果和前面这位的接触 就是第二个五分钟书 然后再接下来 想想离开断 好 这是精神股份 也说是存在短线的 低级高抛的机会点 因为本身的位置 和当前的 这样的一个量价关系来讲 位置技术特征都比较好 只不过呢 没有业绩的表达 所以说呢 只能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而刚才的 像媒体能源 人家是有业绩提认的 这个业绩的话呢 不管是2021年的一季度 半年度 还是三季度 归属母公司经利润呢 像6.3亿 12.4亿 20.2亿 经利润涨率1181% 1909% 3144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狗 它是短线可以反复去 只要虽然符合自己操作级别的 买卖点类型 可以反复去把握 而且呢 后面如果说真的调下来 它反而是更大的一个机会点 这个位置呢 可以去跟 好 那么我们再去看 像后普股份 那么后普股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 前面呢 作为轻能源方向 比较活跃的个股之一 而且呢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有一定的人气 容易受到记忆 而且它的基本面的话呢 也是有一定的提振 只不过呢 这样的基本面 它是建立在上年 亏损 它和媒体能源还不一样 好 那么呢 再接个它的技术面表达 技术面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从36块4毛9的位置下跌 下跌过之后呢 当前走的是一个 走的是一个真当上 那么有传统视角的话呢 也非常 这类个股呢 也非常好应对 或者是好跟踪 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组成这样的驱使之声 后面呢 只要说驱使之声都不破 那么它是 可以把它作为真当上的一个结构 去应对 因为今天是属于 反包阳线方量 好 如果说破了这样的驱使之声 怎么办呢 那么呢 离场放弃走人 如果说呢 不破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回落 有短线的视角呢 依然可以去跟 可以把它作为这 鞋箱上的一个通道 来去看 如果说用分钟结构来看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 30分钟中处来去处理 它的级别比5分钟级别要高 比30分钟级别略低 来去看 看到那么多种相当的一个段 然后呢 再对比力度 力度强 那么把握下一个30分钟级别 30分钟买点 力度弱 那么呢 接好就收 对应了 上不追 那么的回落 那么只要说坚守趋势线的视角 是可以去跟 这是后补股份 那么看是福瑞特庄 福瑞特庄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的位置呢 也是到了140天均线附近 大家会发现呢 像一个板块啊 当一只板块呢 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 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些标的 它调整到140天均线附近 而不是一只 而是一群 那么呢 板块的轮动 它就容易嘛 容易发生 那么像福瑞特庄这一次 它也是调整到144天均线附近 而且呢 前面有这样的结构 然后呢 跌破了140天 又重新站上来 真的呢 也是呢 近期 量能有所表达 而且呢 它处在这样的一个低点和低点相连 处的大的曲子线附近 或者支撑 或者支撑呢 那么当前对待这类个股的一个表达呢 也是 非常简单的一个视角 先看基本面 基本面呢 而业绩有提论呢 是可以用波段的视角去跟 业绩没有 业绩没有表达 没有明显的公正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只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短线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五十三 一百四十年均线 刚刚形成正的拐点 五十三 上传一百四十年均线 升到一百四十年均线之后的话呢 那么是属于量价起升的一种状态 量价起升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那么像支撑的个股 它又属于小的平台突破 所以说呢 对待富瑞特装 低点和低点相连 已经的小的平台 这临界点 就说呢 有绿盘有回落 可以用低吸的一视角 短线的维度去跟 如果说呢 像上 因为是创业版的个股 今天呢 涨幅十个点以上 受涨11.57% 再一个顺势往上的话 就容易偏了五军 向上不去追 回落 短线视角可以去跟踪 可以去观察 现在破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破了这样的趋势线 干嘛呢 随时离场 退出机制 不破的话呢 像上 见好就收 上方呢 在10块6附近 11块钱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 承压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Frey特装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我们再看像 阳煤化工 好 阳煤化工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无形当中 已经给出了强势两连板 强势两连板的话呢 它的一个 巨型业绩呢 也是有提振的 2021年的一季度 半年度和三季度 归宿母公司 净率呢 是1.3亿 3.3亿 4.3亿 好 那么经济增长力 150 154 162 业绩是有提振的 然而这些它的位置的话呢 它也是调整到 140年均线附近 然而破了之后呢 立马沾上来 沾上来过之后呢 其实像 昨天 它是属于 收板 昨天收板过之后 像今天盘中的时间 它是 给出绿盘调整的 调整到什么 调整到140年均线附近 也是属于 昨天阳线的半分会附近 然而有明显的资金接力 有明显的资金接力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直接给出这样的一个强制涨停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一个是 两连板 而且是底位启动的 那么上方的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小的平台 作为压制来去看 所以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是后面有这样的一个中阴 有这样的一个中阴的调整的话呢 它依然存在短线的反包的机会点 如果像上的话呢 那么已经两连板上下 如果再直接给个高开 或者冲高 也不建议往往去追 因为风险点还是比较高 最高的风险点还是比较高 今天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由分歧转化为一致的一个做法 是属于 属于放量换手板 好 这是阳眉化工 好 那么咱们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对于氢能源方向的话呢 对它的一个定位是属于 氢能源的一个分支 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热点 前面炒不住很多次 只是氢能源方向的分支 碳中和提升下 然呢 属于板块的轮动 板块轮动的话呢 那么它能不能 后面能不能走出持续性 这一块的话呢 从量能来看的话呢 目前为止 只能把它作为轮动来去看 先不用 有太高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但是呢 从个股的一个位置和 当前的一个两甲关系的表达来讲 技术图形来看 可能会存在一些短线的机会点 就是呢 高潮之后分化 分化之后呢 挖掘一些优质的 或者是股性比较糊的 然后呢 符合某种买点模型的 底细高泡的视角 可以去跟 但是如果说再往上的话呢 不要轻易的去追 当前的话呢 还是存量市场 创业板 像大盘是微微放量 而创业板的话呢 是属于数量 整体来讲的话呢 市场还是属于存量 存量的话呢 就属于 容易板块来讲 容易轮动 个股的话呢 容易分化 好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